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0年中国入世的时候 当时中国曾经爆发过很多讨论 那个时候中国的言论环境比现在要开放得多 关于中国入世我有两种尖锐的意见 一种是自由派的欢迎的声音 他们的说法是中国这个体制是没有竞争力的 它只有在封闭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如果一开放就会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下就会垮下来 那当然所谓的自由派它当然是希望这种变化 因此他们非常欢迎这种中国入世 希望能够促进中国的改革 另外一些人是支持中国这个体制的 他们就非常反对中国入世 甚至大骂谈判的官员认为这个会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 实际上是个说给中国的体制带来灭顶之灾 我是当然是持自由派立场的 但是我对这个入世并没有那么乐观 我觉得入世的结果很可能会使得 中国这个体制反而会体现出竞争力 但是到了04 05年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那个外贸顺差 在以爆炸式的发展 每年的顺差都增长3 40%这样我记得是 而且那个GDP的增长都是两位数嘛 那个时候就是正是中国入世以后 经济第二次爆发奇迹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以前也注意到 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事情 我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到过 那个Forgas对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制的 所谓的效率问题的评价 实际上Forgas的老师多玛 Tomasiewicz是一个俄裔的美国经济学家 早在更早以前 他就用这个理论分析过俄国的经济发展 在16世纪17世纪以后 俄国加入了全球化 那个时候因为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导致了对俄国产品的需求 俄国出现了强大的那个出口农业 出现了那种大量的外贸顺差 就是因为俄国人穷嘛 当时买不起西方的什么产品 所以西方当时都是用硬通货来买俄国的产品 俄国就在那个对外大量出口的这个刺激下 那个农奴制就越来越强化 因为农奴制庄园适合提供大量的出口商品 那个自由农民是没有办法提供的 自由农民一方面他消费的比例就很大 另外一方面你国家要从自由农民那里收集 这东西用于出口也很困难 所以多玛就提出他说 在那个低人权和那个经济传球化的那个背景下 当时的俄国农奴制是有很强大的竞争力的 当然了这个多玛教授 他只是从逻辑上做这样的推论 但是到了福克尔 因为那个时候是计量经济学开始发展起来 他就通过我们现在称之为的大数据分析 就是在那个美国南方奴隶制这个问题上 就也强调了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足以说低人权本身就是有什么效率的 因为如果你要说农奴制 西方中世纪也是农奴制 如果你要说奴隶制 那非洲本来就是有奴隶制的 但是那也并没有体现出什么优势来 而且后来有很多人批评我的人 都在讲说是那个文革的时候 中国人权也很低 为什么没有优势 朝鲜现在的人权也很低 为什么没有优势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就低人权本身是没有 是谈不上什么 我这里讲的优势其实是个事实判断 不是一个价值判断 我从来没有说低人权是一件好事 但它是不是有竞争力呢 我觉得低人权在一个互相隔绝的背景下 就是假如自由经济和奴隶制经济分别发展 自由经济肯定是更有竞争力的 自由经济的最关键的竞争力 就是它的作为自由人的创新性 这一点是低人权优势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因为你创新就需要自由 它关键的就 这个经济的优势 不在于你一天工作多少两个小时 累得半死 而在于你要有创新 由于低人权是压抑创新的 所以它不可能有优势 但是如果在低人权国家和高人权国家 同享一个开放性的市场的背景下 那么这个高人权国家的那个创新优势 通过贸易啊 投资啊 各个方面会很快就转移到低人权国家 而低人权国家特有的那种 急约性劳动啊 强制性的原始积累啊 这些做法 高人权国家是不可能仿效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当然就可能体现出这个低人权国家的 所谓的竞争力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的 也不是谈不上什么难以理解 然后相对应的 您说在这种经济交流中 劣币驱逐良币 它具体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这样的这种经济交流 对双方的那个GDP可能都是带来好处的 但是具体的利益分配就很难说了 假如我们相信市场经济的话 那就是比如说劳动和资本的那个价格 它是通过稀缺和过剩来体现的嘛 假如你是高人权国家的资本 都向低人权国家进行投资 然后变成便宜的商品回流 便宜的商品回流 实际上就是便宜的劳动的回流嘛 就是廉价劳动 替代那个高人权劳动嘛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会导致高人权国家的那种分配 就是越来越恶化 讲的简单点 就是原来资本家惹不起工会 惹不起工人 现在他惹不起能躲得起啊 他能够跑到那些没有工会的地方 那些能够利用奴役劳工的地方 是吧 那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能力呢 何况你那个 而且我觉得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因为你那个产业的转移 会导致税机的转移 而这个劳动的过剩 又会导致失业率的提高 失业率的提高会增加 对社会福利的需求 当然我还要讲的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啊 什么什么 指的都是体制之间的 和国家利益并不一定是一回事 和国民利益当然更不是一回事了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嘛 我当然希望中国崛起 但是我并不希望现有的这个体制崛起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 不管是持什么立场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比如说毛泽东他就是他当年极其反苏 甚至愿意跟美国结盟反苏 但他对苏联的体制是非常欣赏的 所以他经常批评苏联人修正主义 意思是说苏联人想要改变他们的体制 毛泽东对苏联体制的热爱 甚至超过苏联人自己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会反苏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热爱 也并不妨碍我对中国现存体制的担忧 这是一样的道理 您很早之前就说过所谓中国模式 今天对全球的影响并不只能只怪中国 就西方国家也对今天的局面负有责任 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西方到底做了什么 加速了这种趋势呢 因为全球化肯定是双方的 双方自愿的嘛 这个作为西方的话 我觉得他 当然不光是对中国 他在整个这个极权主义的兴起的这个过程中 对那种盈利的趋势啊 实际上是 就是用列宁的话吧 讲 缴死资本主义的缴索 是他们递给我们的 比如说苏联在三十年代初 当时苏联的经济非常糟糕 当时苏联在西方是没有什么感召力 而且在1931年到33年期间 正是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嘛 就跟中国60年前后是一样的 但是后来情况很快发生变化 一个变化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西方29年发生了大萧条 就导致西方的 用现在的说法叫产能过剩嘛 就西方的大量产能向苏联转移 苏联在那个三十年代的工业化 实际上就是吸收西方的过剩产能 使得苏联的工业化在低人权条件下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个当然就是西方本身的经济危机 也使得西方这个体制自己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 体制与体制之间的竞争 其实固然和他自己的状况有关 也和对方的状况有关 在对方处于危机的状态下 那我这一方的危机就有可能被掩盖 反过来也是一样 而就掩盖危机这一点而言 当然那个苏联是体制掩盖危机的能力 要强于民主国家了 其实你要说在三零年到三三年期间 西方固然在出现经济危机 但并没有大量饿死人了 而苏联当时是大量饿死人了 但是当时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 那个西方的那个危机大家都知道 那么就使得这个苏联就出现那种 一方面大量饿死人 另外一方面工业化 还可以突飞猛进的那样一种状态 当然这个是我这里讲的 所谓的西方的责任 实际上本身也是在体制对比的 那个条件下讲的嘛 在德国政界以及经济界人士 长期在媒体上宣传 通过贸易带来改变 他们说专制社会会通过与发达国家做生意 经济得到发展 中产阶级壮大 自然会向民主制度转型 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样看的呢 我觉得如果是美国人有这样的说法 很可以理解 如果是德国人有这样的说法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怎么解释 维马共和国到纳粹的转变呢 假定中产阶级就一定会就是反抗专制 这个本身就是靠不住的 可能有一些反共的意识形态 他总是假定经济上的国有化 什么计划经济和政治上的专制 是冲要条件 我觉得这个说法的确是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 证明独裁制度或者是集权制度 是不依赖于什么国有制或者计划经济的 首先我们中国从秦始皇到清代 都是转制制度 那个时候中国哪来的计划经济呢 那么就是德国在纳粹时期 他的经济虽然是国家干预的力度很强 但也不是公有制 那个纳粹时期的德国经济是所谓的统治经济 不是计划经济 统治经济就是说它是有民营企业的 有市场的 但是民营企业和市场都在国家的操控之下 但是国家并没有直接办大量的国有企业 中外的经济交往 是不是就一定会导致中国国内的市场和 民营企业的成长 这个在中国改革的前20年中显然是就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就不是 包括德国的那些大企业 现在在中国的主要的交易对象都是国有企业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高铁 那个有人说这是所谓的强制知识产权转让 但是西门子自己说不是的 是我们自愿的 那你自愿的那因为你对方是垄断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这里有两个假设都是靠不住的 第一个就是说全球化经济交流会促使对方的那个市场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就是就是以这个为前提的嘛 这个我觉得都不一定靠得住 因为30年代西方跟苏联的那个那个经济交往就很多 那个时候的经济交往主要就是在西方大萧条背景下的产能转移嘛 是吧 那个产能转移基本上是转到他们的国营经济去的 并没有在苏联搞出什么民营经济了 当然中国改革前20多年的确是 那个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是二位一体的过程 尤其是在90年代苏东巨变以后 但即使它的确是这个国内出现了市场经济和这个私营企业 也不能说就一定会导致民主化的 对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这个专制政治在市场和民营经济的条件下 长期存在这是比比皆是的例子 当然你可以说 专制政权对经济实行强烈影响的情况下 虽然有市场 但是那个市场肯定不会是自由市场 虽然有民营经济 它的产权也得不到保证 真正产权得到保证的民营经济和那个规范的市场 那只有在民主法治宪政条件下才可以存在 但是这个所谓的不规范的 或者说是那个受到强权操控的这种市场和民营经济 它完全可以长期存在 不能说它不像西方的那些一些学者设想的那么规范 它就很快会垮台 在中国专制条件下的那个市场和私有财产 已经存在了2000年了 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财产是得不到保障的 但它一直都存在 何况我觉得20世纪的极权制度 有两种很明显的类型 如果说别人不知道 德国人还能不知道 那个四五年以前的德国和苏联就是两种类型 虽然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极权制度 但是苏联是国有制计划经济 而且它进行镇压 主要用的是阶级斗争理论 它如果想要杀你就说你是资产阶级的什么什么 但是德国不是啊 德国当时没有计划经济的 德国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市场 仍然是私营企业 现在的 我其实一直有这样的担忧 我说中国改革 你说要倒退回以前去 大概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中国的国营体制 吸纳就业的能力非常差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的国营经济解业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农村插队九年 都是和这个有关的 所以他假如不想导致几亿人失业 他就不会取消这个民营经济 而你既然保留了民营经济 也不可能按照毛时代的意识形态 去大量的去整所谓的资产阶级 但是这并不一点都不妨碍极权主义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中国经济体制会倒退 我倒觉得兴趣也不会 但是完全有可能从一种极权体制 变成另一种极权体制 而且它变成另一种极权体制的危险 并不见得比原来那种极权体制要小 您也曾经说过 一个更先进更文明制度 不一定在经济上更有效率 也不一定能在不同的制度竞争中胜出 历史上有什么样这样的例子呢 我觉得这个是有太多的例子了 因为在最近两百年以前 在人类的历史上 那个文明的脆弱性和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 都是比比皆是的 包括民主制度最早的 像古希腊的民主 那最后不就是被马其顿的专制给战胜了 最近两百年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现代科学的兴起 使得那个自由经济的创新能力 在竞争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自由制度最近两百年的成功 其实都是因为它在近代科学导致的 那个技术创新 使它具有科技的优势 我觉得从逻辑上讲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在相同的条件下 这个越文明的体制 它对自己的手脚属负的就越多 就讲的简单点 就是它不能不择手段 是吧 而你那个越不文明的体制 它就越可以不择手段 就是我们中国人也经常讲的嘛 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 这个并不奇怪 文明的胜利 其实是要依靠一些创新 等于自由在创新 在科技这个方面 在技术方面的优势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优势了的话 就当然文明的逆转是完全可能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全球化的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总统政策 显然是对全球化的调整 甚至说是某种制度的去全球化 例如提高关税 鼓励生产企业搬回美国 但欧洲尤其德国 现在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德国工业界称 德国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中国 改变这种关系 会威胁到德国的富裕繁荣 就您能看一下您的看法吗 如果不希望所谓的硬脱钩的发生 需要不同主体 比如说国家和社会 做什么样的改变来调整全球化 使它更公正可持续 而且能为普通民众造福 这个德国经济界的这些声音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德国的经济和其他国家 有一点不一样 它的那个大型企业是非常之多 而且占的比重很大 这些大型企业 当然它那个是市场经济 民营企业没错 但是因为规模大了以后 它会发生代理链条太长的问题 它就导致那些大型企业 在某种在某一个方面 有点像所谓的国营企业 就是那些企业的管理人员 它因为就是代理链条长 它就有一种短期行为 就是它只要在这个 它的经理任期内 也能够为股东考虑问题 往往不是很长远的 这个当然我们也不能苛责他们 对吧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我觉得德国至少在这一次 应该在俄乌战争中 吸取一些教训 他们当年跟俄罗斯 搞绥靖的理由也是一样的 说是能源啊 什么天然气啊 要依靠俄罗斯 结果现在那个情况 大家也看到了 当然了这个东西 不能平移到对其他国家 但是我觉得 其实最根本的逻辑 也是一样的 脱钩这个说法 我倒是不赞成 因为实际上我认为 虽然说这个中外的交流 会使得中国一定 就会走向民主化 这个说法是显然 我刚才已经说 我是不同意的 但是有这种可能 完全是存在的 我认为传球化 还是一个进步的趋势 只是我认为 传球化不应该只有市场 不应该只有做买卖 这一个城市 那德国的有些企业家 现在也在讲说 我们做买卖 也输出了我们的价值观啊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是要这样想的话 那你在做买卖的时候 就应该出台 那个类似于 沙利文原则那样主张 就是当年那个 南非种族隔离时期 国际上不是抵制南非吗 当时就有两种主张 一种就是脱钩 就是不跟南非做生意 跟南非断绝经济往来 但是当时那个 美国技艺 也就是通用汽车公司 当时有一个黑人董事 叫做沙利文 他就提出 他说跟南非做生意 还是很必要的 不仅对我们这些企业 从经济考虑有必要 对那个改变南非 也是有必要 所以他就提出 他说美国企业在南非投资 要遵循原则 就是第一 在企业内绝不搞种族歧视 第二要吸收黑人 进入管理层 第三要扶植黑人 组织工会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要把美国的那一套 劳资关系 自治工会 自治商会 整个这一套东西都 带到南非 美国大概有一百八十多个企业 都签署了 这个沙利文原则 后来那个欧盟也 当时是欧共体嘛 也出台了 类似的这个原则 沙利文原则 对南非 种族隔离制度的解体 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觉得川普 很多人认为 他在那个所谓的 跟中国脱钩 这个问题上 起了好的作用 但是我是很反对 这个说法的 我认为在奥巴马 末期 他就已经注意到 这个问题 当时奥巴马政府搞的 那个TPP 本来就是有很浓的 那个沙利文原则痕迹 做买卖 一定要强调 那个劳工保障 要有福利门槛 劳工门槛 环保门槛 以及NGO门槛等等 我觉得TPP就是 经济传球化 要和人权传球化 同时进行 但是这个东西 恰恰就是川普 给搞黄了的 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 因为我从来不认为 历史是有什么单向的 必然性 一定会变坏 或者一定会变好 这个都是瞎扯的 我认为历史本身 就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的努力 才是有价值的 那么对于这个 传球化也是一样 我并不认为 传球化的走向 就是脱钩 我认为全球化 还是一个大趋势 但是传球化 一定要避免 劣币驱逐良币 传球化一定要创造条件 使它能够良币驱逐 劣币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 完全可以加强交流 这个是并不矛盾的 从我第三者的角度讲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对 中德关系 或者中欧关系而言 包括和美国 和其他一些 有活力的国家吧 比如东亚的那些国家 相比德国的那些大公司 那个运营方式 包括它的那个 代理链条问题 可能都是一个问题 使他们的一些决策 可能就是 我前面提到过的 那个高铁 跟他们打交道 那就是一个例子嘛 大概是在三年以前吧 欧盟跟中国谈判 所谓的强制 自治产权转让 这个问题 后来说是 欧洲取得了胜利 中国让步了 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西门子 自己就讲 他不是强制的 的确也不是强制的 其实他垄断的结果 就是他可以让你 要么什么都得不到 因为如果你想得到 你就把你的产权交出来 那么这个体制 对于拿到这个技术来讲 那当然是很有利的 但对于技术创新来讲 是很不利的 是吧 因为谁都知道 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 拿到技术以后 反过来讲 你西门子现在就面临困境了 何况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在中国生产的德系汽车 对外出口的话 那和我们现在讲的 以前二十多年来的 那个经济格局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它都是用中国的出口 取代了德国的出口 只不过你是按照GDP讲 那就是中国的出口 如果你按照GNP的话 那可能是德国的出口 也许这样的做法对德国 对大众有利 但是你对德国的工人 那肯定是不利的嘛 你把那个就业啊 把什么都带走了 而且对福利制度也是不利的嘛 因为现在这些国家 都是有避免双重征税 那个规则的嘛 那你等于就是税机也移走了嘛 疫情使得一些欧洲人 对全球化 特别是对中国供应链的 高度依赖进行了反思 德国有一些声音要求 降低对中国依赖 提高进口的门槛 比如说禁止进口 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 但另一方面 德国对华投资 在今天达到了历史上的新高 大众巴斯夫等2022年 都在中国新建了工厂 可见资本是更乐意于 依赖中国的 那么在制度竞争中 欧洲特别是德国 是不是已经输了呢 这个都是很难说了 但是我觉得 我刚才已经讲了嘛 德国的大企业 它的确是有些特点 这些特点可能德国 在未来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吧 所以我觉得德国 当然也应该考虑这些 讲的简单点 就是无论是从国家 还是从企业 甚至从整个人类的文明 也包括对中国崛起而言 我们讲的中国崛起 不是某一种体制的崛起了 对中国人的尊严 什么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 在不同体制的国家 进行经济交流 这个本身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也希望中欧关系 和中德关系 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但是它的确是应该 有一些原则在里头 坚持这些原则 我觉得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可以参考西方在当年 在跟南非种族隔离政权 做经济交易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 有人权思考的那种贸易往来 并不仅仅简单的是 选择什么强迫劳动产品 什么 那其他还有很多 那什么 工会啊 都是值得考虑的 德国的有些大企业 它也说是 他们希望坚持这种原则 但是这个应该是有具体的 应该是有一些具体的行为的 非常谢谢您今天的采访 感谢观看